第四季 第四季 好了我们今天继续来检验一下 每天训练16个小时的腾村 他的训练成果到底如何 那今天的对手是上一届 日本CPT冠军的嘎师傅 非常的凶残 那这个对手是足以验证他的训练成果的 好那么就回到这个对局 嘎师傅来对上腾村 腾村上来就拿到一个机会 中角旋风把对手摁倒在地以后 现在一路开始摁自己的拳头 腾村变了 腾村不再用脚打游戏了 他终于开始用手了 中角又是点中 刚说完腾村马上表示不太满意 清掉完了以后再一发头 中拳点完这里对手用中角飞出来 嘎师傅这里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开VT 但我没说这里应该是没有机会开VT 他还得继续防守 这里中拳取消白鬼 中角给到一个碎康冲过去 嘎师傅的机会来了 嘎师傅的这个机会很棒 他应该是想要去追好鬼的一个后起身 所以选择了用中角过去 然后无论你防住没有 我都要开出这个VT 结果腾村起身按了一个轻攻击 把嘎师傅摁死了 他有点预判到嘎师傅的一些想法 那这样腾村这边是拿下自己的第一灯 非常的不错 看起来训练足有成效 嘎师傅这边先点自己的轻攻击 EX旋风 然后再一发头 腾村已经到了一个厕所位 然后嘎师傅这里基本上就要开始 下青鸟下中拳 嗯打了一个插合非常不错 旋风倒地以后 中拳又命中 撩下来以后往后防一手对手的生龙 然后顺便看看能不能打开 中拳点完 这里又打到一下乱动 腾村这边血量已经不多了 他蠢蠢欲动 他发出了自己的波 然后给出了VT 接下来的进攻 会怎么来 空波 空波有点危险 不合适 他到底要怎么来进攻 用发普通波把对手放倒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权项 侵权炫服 甚至没有交自己的任何V资源 中拳继续试图做一下确认 腾村现在感觉自己像满血一样 无所未知 中拳又被对手点 嘎师傅在这种局面下 基本上只会做一个策略了 就是下青鸟慢慢耗死 把距离拉开 做最安全最安定的方式 慢慢磨死腾村 不会错了 你看 他就是下青鸟 中拳火箔吃了 倒地了 腾村这边 中拳旋风上去以后 再压一个起身 这里突然流吹龟 这后跳一个重拳 直接是点掉了对手 一个强行的近身 对手这边只要是近身 给到一个CA 腾村就会死 腾村前前以后一个CA 先身夺人这一波 嘎师傅啊 嘎师傅为什么不一个大旋风 刮过去 他可能考虑到腾村会对策自治啊 那像这种局面 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 这个 这个 拉斯德都是赢的 因为自己手上满资源 对手没血的情况下 拉斯德有一个必胜杀招 就旋风刮过去 直接出CA 对手必死 结果腾村这里有点凶 好那这样很意外的是 腾村拿下了自己的第一分 看一下现在第二局 这边跳入 给到一个大伤害 EX波落下来以后 哇这边假动作骗了一手 直接是打出了一个柴头的动作 那这样腾村这边又赢一灯 完了 已经是到赛点了 嘎师傅看来气数已尽 现在腾村豪鬼的水平 蒸蒸日上 我觉得有机会可以 向东大竞争一下 他的这个第一豪鬼的位置 毕竟你看现在这个冠军级别的选手 都是被腾村摁在脚下摩擦 来了 这里下中拳对空 直接摁了一整波 起身没有压准 被对手投回板边 腾村会怎么来处理这个厕所 下中鸟直接抓掉对手的一个千千 EX生龙送上去 那这样压不了起身了 需要重新再找一波机会 看一下腾村这边是中鸟白给了一波 哦呦呦这个中鸟打柴 打柴打完以后有点痛 青鸟落下来还要再修正 好弹 腾村这边 晕点很高 有点危险 最后一个青鸟真的点晕了 那这一波下去应该是要死了 这个没有理由活了 要是这还能活 我就真的相信自己有什么神秘的力量了 那现在就到了双方的决胜灯 依旧是腾村的一个赛点 受伤一个满资源 满资源的腾村在打 打拉圣的这个对决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做的 他必须要稳扎稳打 地面为主 这个是必须的 中拳 然后VS EX旋风 这里压一个晕点 EX圣龙直接抓一个后跳 这嘎师傅这瞬间蒸发了都 这个最后的顽抗 看一下腾村这边不省资源 就是把伤害拉满 结果这点亮下 火波 现在怎么办 嘎师傅这里最后只有靠这个VT 但这个VT拉一整管血 难度有点高 好在腾村啥也没有 没资源 没资源连圣龙也删不出 哇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里面出了一个中段 腾蹭一个下中鸟 给了一个碎扛 这个是确认吗 还是摸脚 不管了 好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呢 就到这边了 对 你这期视频呢 有点连圣龙 我 你这期视频呢